太阳能积电好赞 超级棒 近距离看一看 记得高光时刻 哇金灿灿的耶 高手在民间 说的就是 讨计大叔啦 今天我来吃一家全泰国最牛的烤鸡 太阳能积电 我们现在来到大叔的烤鸡店 他们叫太阳能猪脚 太阳能积 看一下 烤鸡的设备在这停放着 等一下大叔要带我们去看烤鸡的地方 我们现在跟着大叔的摩托车 去到他的那个烤鸡基地 太阳能烤鸡基地 超级美的 看 哇 蓝天配白云还有烤鸡 等我走咯 我们来看一看 大叔烤鸡的秘诀 就是这些镜子啦 看得到我了吗 还有这边 超级大 不是小作坊哦 真的是全泰国最牛的烤鸡了 看 哇 配上蓝天 我的妈呀 我要醉了 好美哦 这里 还有大叔 准备嫁给他的烤鸡了 哇 哇 你看这光全部打到这上面了 好赞哦 太阳了呀 他没 哇 软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刚走进去 那个地方 好热 就感觉 对 会把我烤熟 烤鸡已经在架子上了 看那光全打在鸡身上 高光时刻 鸡的高光时刻 哈哈哈哈 大叔会根据这个太阳光来调节镜子的角度 然后为了那个光全部照在那个烤鸡的身上 看 太高级了吧 我觉得 哇 哇 高手在民间说的就是 烤鸡大叔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怎么能做到这种状态呢 就是 它是烤鸡的 哦 就是 现在 到家里走到家里 这就是烤鸡的烤鸡 刚才是烤鸡的烤鸡 比了卡 比三桩 来比了 来比了 10块比吧 10块比了 10块比了 踢踢 踢踢 他为了粉朵呢 粉朵就不这样了 烤天吃饭的 如果下雨就没有烤鸡吃了 真的很赞很赞 登登登登 我们的烤鸡熟了 就是好重哦 好香哦 我们要去店里面吃烤鸡啦 走咯 开吃了 我们的烤鸡 颜色真的超赞 我要试一下味道 我们是开了快两个小时到这里的 为了这只烤鸡 是吗 两个小时 先吃腿吧 我要吃腿啦 哇 沾酱 灵魂之酱 要做得上来 哇 哇 炒 好吃到我都不想说话 哇 说实话 这个太阳能烤鸡 比我之前吃的 那个 稻香烤鸡 更有味道 就更入味 对 一只 300株 相当于60人民币 很大一只 大叔这家的 酱也好有 好有特色喔 跟我们平常吃的酱不一样 都要辣酷了 都要辣酷了 看我有点辣酷了 感觉有放梅子 就是 这个烤鸡皮也好赞喔 就是 第一口下去就很酥脆 然后 嚼了以后 咽下去 感觉 它有回香 回味无穷 哇 太会说了 看 超酥脆的感觉 哎 好吃 还配上 泰式特有的 泰国特有的 送当 吃烤鸡一定要点葱档 烤鸡好伴侣 再给你们看最后一坨 这家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烤鸡 目前是没有之一的 因为我吃过很多烤鸡 就是 稻香烤鸡 还有各种烤鸡 我就觉得 这家是真的很赞很赞 超级赞 已经树大拇指已经不够树了 一定要来吃 小型的车 去找 打树 不要抬路对干 对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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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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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照咯 可爱的人 来吧 让我朋友帮我们拍 听你个带 听路 听路 没路 送你 踩听你 我们要拍照了 先拍视频先 踩听你干 踩听你干 耶 拜拜 好关的哈 比较回家 开心的一天 哦 下期见咯 拜拜 拜拜 嘿嘿 嗯 听看大叔的那个手上都会被烤 都烤 烤 烤伤了 嗯 摆不掉去没 摆不掉 一下下的事情 哇真的要小心 这一个 嗯会危险 危险的 注意安全 哇 这个家好美 他在这一边 他在这一边 就会被带来 他就会被灾了